電極參選國民黨東來館長総選的政黨新秀五民貼 27號在一起在南廟宮前講庭 基盤頭一頓的順便會 欣賞百分的民眾 告頓支持 議長有賣就新一代的青年 或是做會聽出來 關心家鄉的事情 國民黨的政黨新秀吳明澤 湯海醫師袍 導致東來館長総選 27號上午在南廟宮頭前的講庭基盤選民會 在選民會開始進行 特別新點票 向中華罵報告他要參加東來館長的提名華東 從小我們就拜媽祖長大的 希求跟媽祖稟告 正式的稟報 我要參選我們國民黨縣長的提名初選活動 希望能夠順利出現 能夠為我的家鄉正式的 踏上為全民服務的一個里程 吳明澤表示 國民黨來欣賞新生代的力量 他願望能夠身為萬頭多水 透過世代高鐵團身 利用少年人的創新和華力 提交向學部 也提出中華鴻金三角的觀景 黃金三角的概念 彰化位處台灣這塊島的正中心 正中央 你把台灣翻轉過來的時候 彰化是個支點 有了這個支點 彰化就撐起整個台灣 怎麼說 彰化東邊有八卦山 下面有左水溪 我們的溪邊就是台灣海峽 彰化有山 有水 有河流還有平原 真的是非常豐富的一塊土地 那是個能量的一個集中的概念 我們從三角形為出發點 把彰化再分成四個大塊 四個三角形 所以彰化從三角 黃金三角重新出發 彰化的新品牌 為彰化走向國際化的一個最好的第一步 吳明澤希望打破傳統南中百種的概念 將總管26個鄉頂 還在分成四個區 透過平白包整的概念 將彰化行銷出去 鎖明會肯定有欺騙九百威 及其架到肯定有替他加油搭去 其中也能看到不少新年代的少年人 這會自己關心家鄉書的行列 老彰化新聞 彰化 彩虹報道